从一无所有到山间豪宅 从吃喝全靠运气到粮食遍地 旺哥720天的山野生活可以说是过得有滋有味 不仅是开荒种地 种植出了大量的农作物 而且还打造出了各色各样的器具 就好比这个帅气的聪明神器 直接让旺哥将收获到的苞米打成了粉末 那叫一个美滋滋 当然旺哥的打野技术依旧还是天花板一般的存在 制作出的陷阱可是厉害得很 看断这抓到的野兔之大 怕是一锅顿不下的节奏啊 而且旺哥还带来了狗子旺财 这让旺哥略微有那么一丝丝的孤单 都直接不复存在了 一人一狗直接开启了快乐的山林生活 上期旺哥搬离了距离生姜地比较近的小庇护所 回到了大庇护所来 为了居住起来比较舒适 旺哥可是把号称是一系传三代 人走席还在的粮系给好好地清洗了一番 同时针对房屋周围的杂树杂草也做了一番清理 最为主要的是庇护所周围的地势平坦 开荒拓地的话可是极佳的位置 毕竟旺哥可是致力于 要在山野间打造出属于自己一番事业的顶级好男人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旺哥便在庇护所边上开出了一小块土地 随后旺哥又到附近的竹林处砍来了一颗竹子 而在运送竹子的过程之中 旺哥还意外地收获到了几颗野生的芋头 这下吃饭问题便可以解决了 砍来的竹子可是不幸运了 本以为能够变成工艺品的他 却是没有想到直接被旺哥给切成了宽竹条 并且被一一地削尖了脑袋 旺哥之所以搞了这么多的竹条 主要还是为了给这一小块的土地打造一个护栏 毕竟这可是他开发出来的菜底 日后可以最为静便地实现吃菜自由 在将护栏打造完毕之后 接下来旺哥便拿来了上次下山带上来的菜种 开始在这几小块的土地上播种起来 晚餐的话那自然是这几颗芋头 芋头这玩意可是好东西 饱腹感强 口感软糯香甜 直接加上山泉水烹煮即可 不过虽然芋头好吃 但是怎么着也是比不上肉的 之前在小壁护所那里 旺哥那是顿顿都能打野吃肉 现如今为了开荒土地 也值得暂时委屈自己了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 旺哥的种植大业这才刚开始 老天就看不过去了 直接下起了瓢泊大雨 搞得旺哥那是没的办法 就连吃饭问题都不好解决 好在门前的这棵木瓜树上还有大木瓜熟了 整个木瓜做一餐也是勉强可以的 不过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 那便是用水方便了 旺哥可是把家中为二的两口锅都拿了出来 用来接雨水 而且为了高效且快速地接水 旺哥还将一根一米多长的半截竹子的竹节部分一一地去除掉 最后将这根半截竹子安装在屋顶采钢瓦下沿之后 便可以将屋顶面留下来的大量雨水聚集在一起 这下子栽在下方用锅接水可就量大得多了 这步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锅中便聚集了一锅的雨水 看起来十分地清澈 而这个时候大雨也基本上小了不少 旺哥还跑出去找了一张树叶 利用树叶作为漏斗 将收集到的雨水全部的倒入到了塑料桶之中保存起来 做完这些之后 旺哥这才开始吃起了今儿的午餐来 别看这个木瓜看起来轻轻的 但是在将其切割开来时 里面的果肉可是金黄金黄的 吃起来三分酸七分甜 味道巴适的版了 不过水果终究是水果 当饭吃还是有些不太适应 为此旺哥又在周边采集了不少的野菜 顺便检查了一番自己的菜地 最后便将采集的野菜清洗一番 直接加入收集到的雨水后 便放在火堆之上烹煮了起来 趁着烹煮蔬菜的时间 旺哥还拿出来了带到山上的其他蔬菜种子 准备将它们种植下去 毕竟刚下过雨 山地还是比较松软的 种植下这些瓜果种子时 挖土好挖不说 种好之后还不需要浇水 毕竟土壤已经足够的湿润了 瓜果的种子些种植也不需要单独地开出一块土地来 毕竟这玩意生长起来后那可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完食之后 再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汤菜 这个寒冷的天气下可是舒服得很 次日 老天总算是放晴了 这也让旺哥的心情格外的好 直接来到山下的他 将家中的旺财给带了上来 毕竟虽然旺哥不喜欢人群的喧嚣 但是一个人的荒野生活终究好似有些寂寞的 有了狗子旺财的到来 旺哥脸上的笑意那可是就没有断过 毕竟狗子可是人类的好朋友啊 为了迎接狗子的到来 旺哥还特意地带着狗子去砍来了一大挂的香蕉 虽然目前香蕉是绿的 但是放智后会慢慢地变数 而且旺哥还砍来了竹子 准备利用竹子和茅草 将屋前的茅草亭子给打造出来 利用两只开叉的竹子将茅草夹在里面 这样的话便可以获得一张超大的茅草瓦 旺哥前后可是编织出了不少的茅草瓦 随后在利用竹竿将茅草瓦一一地送到屋顶之后 剩下的便是在屋顶的绑扎工作 这样的活对于野外高手旺哥来说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布满茅草的茅草亭子便被旺哥打造完毕了 看起来那是格外的舒服啊 完事之后的旺哥那是直接带上了旺财 来到了山上的玉米地 旺哥种植的玉米长是比较一般 毕竟这可是没有施肥没有用农药的玉米地 玉米生长到这般的程度已经可以说是很给力了 这个季节下 不少的玉米已经长成了老玉米 再不采摘的话后续便会烂掉 而且还有不少的玉米还被鸟类和鼠类给偷吃了 看着起码有个十几个玉米都被捕捉了 在这边偷吃的情况 旺哥可是气得很 毕竟这些可是他不断壮大自己山野种植业的根本之一啊 胆胆偷吃他旺某人的粮食 那是不将他旺哥看在眼里的节奏 为此打野旺直接宣布回归 当场就将一根树皮给扒拉了下来 随即开启了手搓绳子的技法 将树皮纸做成了一根绳子 这一看就是要制作绳套陷阱的节奏 果不其然 随后的旺哥那是砍来了一根树枝 将树枝折弯之后 便将绳子给绑扎在了上面 形成为了一个八字 似乎在说打野一定发一般 至于布置陷阱的位置 旺哥可是好好地考察了一番 最终选择在了一块岩石的边上 而且周围的玉米高度也不高 这样的位置真是野巫出没的好地方 在将陷阱的绳套部分处理好后 一旦野巫经过这里穿过绳套的时候 便会被勒住 为了确保效果 旺哥还特意地拿木棍当作野巫尝试了一番 看看这效果 那是十分的不错呀 当然 想要引来野巫走这条岛 加上诱饵的话那效果才会好 而诱饵也好办 直接拿上点玉米来即可 做完这些之后 旺哥将这次收集到的老玉米蟹一一地打包带走了 虽然不多 也就是二十个玉米的样子 但是这可是旺哥在山野种植业的第一批玉米收获 自然是得好好地保存起来 而之前打造的茅草亭子便是放置玉米的好地方 挂在上面的画风吹着干得快 雨也淋不到 将玉米处理完后 旺哥这才想起来香蕉还没有处理 为了方便放置香蕉 旺哥便将它们切割成了一节一节的 这样的话 方便简单地装入到竹框之中保存起来 完事之后 旺哥还不忘查看自己种植的瓜果种子情况 看着已经发芽的瓜果种子之后 旺哥这才安下了心 同时又将发现的树鸭菜幼苗给种植在了房屋周围 这样的话日后吃树鸭菜可就简单得多了 出门就是菜 想想都没得很 有了狗子的到来后 旺哥那时绝对苦自己也不能苦了狗子 于是乎 砍来了大木头的他那时直接开启了充米神器的打造 山林间最不缺的就是树木 这让旺哥打造充米基石可是省事了不少 只需将砍来的木棍修理一番 再在老的充米主木之上修正好鼓动 再将木棍装配进去 这样后端的固定轴便固定好了 至于前端的充米大木棒可就要小心得多了 选材一定要密实耐用才行 毕竟这一端可是日后充鸡稻米或者玉米等粮食的一端 要求自然不会低 至于充米神器的米槽 旺哥还是沿用了老的木槽 只是将其好好地清理了一番 充米神器的安装位置也是很重要 在目前屋内没有空间安装的情况下 之前打造的茅草亭子下方便是最佳的选择了 毕竟这里空间大 而且遮风挡雨的 在这里操作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方便 为此 旺哥便在这里干起了挖坑的活 挖出的孔洞可是用来放置加着充米神器的树叉 在将坑洞挖掘完毕之后 旺哥便将两个树叉给放置到了坑洞之中 为了保证充米神器使用起来比较的稳定 这时还需要将土回填进去 利用木棍夯实才行 至于木槽的放置 那自然是不能直接放置在地面的 必须挖坑放进去才行 这样的话木槽才会比较稳定 不至于使用中晃动 处理完这些之后 接下来便是充米神器的安装了 将其固定轴直接放在两根树叉之上 而末端的充米锤则是放入到木槽之中即可 使用的时候只需利用角力撬起木锤来 随后放下 充米锤便会垂击木槽内的粮食 看看这效果 那是真的不错呀 确保了位置无误之后 旺哥还将木槽周边的泥土 好好地回填和夯实了一番 紧接着又在充米锤末端 加了一根支撑柱 这样的话 在放置玉米等粮食时 或者收取米粉时 便会方便得多 今儿的旺哥可是拿来了几包玉米碎 接着将上面的玉米立一地抠了下来 准备利用充米神器制作玉米粉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慢的 毕竟这是相对原始的制作米粉的方法 但是却也是前人智慧的结晶 在锤鸡的过程之中 旺哥还拿着长竹竿时不时地翻起玉米 保证锤鸡的均衡 就这般的 旺哥便在咔哒咔哒的声音之中 开启了山林生活的新篇章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锤鸡之后 下方的玉米算是基本上成为了粉末 而旺哥也是直接拿来了锅具 开始收取里面的玉米粉来 整体上玉米粉还是较为细腻的 收集到的玉米粉再加上之前收集的雨水之后 便可以放入到锅中炖煮起来 这便是玉米糊糊 趁着烹煮玉米的时间 旺哥还带上了他制作的小被笼 再次来到了玉米地收集那些老了的玉米来 毕竟他不收取的话 小动物蝎可是不会客气地偷吃的 不过旺哥也没有忘记之前设置的神套陷阱 当他来到陷阱处时 旺哥可是惊喜得很 因为神套陷阱竟然抓到了一只野兔 而且还是一只个头肥大的大野兔 这样的野兔可是少见得很 最为重要的是野兔中招的时间不长 因此此时还是活着的 将野兔带回到家中之后 旺哥看着这样的野兔心中有了想法 还收集了野草拿来给兔子吃 这要是能够再找到一只兔子 搞不好旺哥就能开启野兔养殖 毕竟一次吃上肉和顿顿吃上兔肉 旺哥还是分得清楚的 而且这只兔子虽然是野兔 但是看起来还是比较老实的 没有那么强的野心 驯化起来估计难度不大 为了让野兔听话 旺哥可是拿出了不少的好东西 不仅有着香蕉 而且还有着玉米 可算是让这只兔子吃的那叫一个不易乐乎啊 至于狗子和旺哥今天的餐食的话 那自然是煮好的玉米糊糊了